有台湾比特币教父支撑的王晴天博士 是台湾地区唯一以50单位比特币挖矿成功的人 8年前他第一次接触比特币的时候 一个比特币才0.000018美元 但是现在比特币一路飙涨 他个人从挖矿中赚了将近一亿台币 他出版的区块链分享挖矿的心得 公开他赚取亿元的各中秘技 并且教你在碧海中捞出潜力金矿 未来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亿万富翁 要跟各位讲区块链 用区块链来挖矿 那挖什么矿呢?挖比特币 那区块链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研究挖矿的学术面的地址 就是古正宇 那这位地址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由他用半小时的时间来跟各位解释 到底什么叫做区块链 区块链其实简单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分散式的储存资料库 它是用来维护一份只有一份的交易记录 那这一份交易记录资料是从比特币那时候开始 就只有一份而已 全世界就一份 这样子讲可能会有点陌生的 我举一个例子 在关电脑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 是不是叫分割硬碟? 那分割硬碟那个分割出来的东西 我们就叫做区块 然后接着呢 我们分割完硬碟之后 我们就会想要换主城市进去 那被换进去的那些城市 被放进去的那些城市 我们就称为多笔的交易资讯 那会有一些特定的数字去做连结 就有点像拼图 这些区块会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把它连在一起 那连起来之后呢 它就会看起来像一条链子 那所以这个就叫做所谓的区块链 我们要看区块链的运作 那就是从一笔交易看 这笔交易产生之后 它会发布到区块链网路上面 给所有的用户知道 然后接着决定谁要来记录这笔交易 我如果抢到了 我会有比特币奖励 所以大家都要去抢那个记录权 基本上这个东西 当你第一个跑出来的值 满足它城市需求 那你就得到了这些奖励 那得到这些奖励之后 你就获得记录权 你记录完之后呢 你要把你记录完的这些资料 再散播给其他的用户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嘛 区块链其实就是一份共同的记录本 那我们全世界人就用这一本 所以你只要有新的资料更新 你就要把那个账本更新 那更新完之后 你就要分布给大家说 大家我现在有一本新的交易记录 如果你要赶快更新一下 他没有更新的话 你就漏掉这样子 那大家在更新的过程之中 会顺便帮你检验 你有没有验证错误 当全部都验证完成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个区块上传到 区块链网路上面 那这时候上传上去之后呢 里面的内容就没有办法再做更改 那完成之后呢 前面很多人在抢这个验证权的地方 那一个数学题目就会失效 又回来到第一个新的交易 又重新一个 我要补充一下 去中心化 就是比特币不会打 很多人会担心说 我挖出来这东西虚拟 我又看不到 万亚不见怎么办 真正的虚拟货币 它是永远不会不见 存在云端被加密 没有办法被任何黑客给破解的 以往我这个黑客 我只要破解他的公司的网站 我就可以创改他的资料 可是我现在的是区块链 是每一个人的电脑里面 都有所有人的资料 所以它会破解所有人的电脑 所以从来没有办法 黑客破解那个虚拖币 那你挖出来这个币 它有两种储存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储存在 经营比特币的网络云端钱包里面 你只要输入你的账号密码 你到全世界各地有互联网的地方 你就可以随时取得这个币 那像现在日本4月1号 比特币合法 澳洲7月1号也合法了 你持有这个比特币 你去日本 你是不需要换日币的 你只要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有网路就可以 到那边几乎所有 百分之八九十的店家 都可以比特币直接支付 甚至在国外有这个 比特币的信用卡 你刷卡还是刷比特币 还利息还是还比特币 以及是一种新的金融衍生商品 可是在亚洲区 中国大陆 台湾都会属于比较 这个资讯型比较公平的 所以你说未来五到十年后 有没有可能合法开放呢 也是有可能的 那时候的比特币的价格 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 可能是更高更高的价格 到2025年很多分析 实在是看 可以到五万美元一枚 一百五三台币 一颗米合流 区块链重组了人类的信赖关系 也改变人类的交易行为 王晴天博士引领地址 分享区块链 只要你读懂区块链 你就能和未来科技无缝接轨 轻松前进区块链大商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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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